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满开的兰花 那这是什么兰呢 之前就是有介绍过 这颗还蛮大颗的 那它是一种原生种的石壶兰 原生种石壶兰有黄金色的 其实还蛮多种的说真的 那但是呢 这种黄金色的是非常有名的品种 我们称为明黄石壶 明黄石壶呢 你看它中心有壶心对不对 它有分成两种不同的个体 一种有猴 一种没有猴 它算是一种简单的石壶兰之一 不是那么难种 算非常好种 又不是很怕热 也不是很怕冷 那属于春石壶兰系列 你可以看它的开花季是现在的 所以属于春石壶兰系列 那它的开花期还算蛮久的 它不是那种开一个礼拜就凋谢那种兰花 它可以开到将近快一个月 那你可以看它眼喉其实还蛮漂亮的 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它的眼喉长成什么样子 不过呢 它就是这种大黄色的颜色 黄金色颜色 其实非常的讨喜 当然石壶兰一定有它的特色 它就喜欢阳光对不对 所以你给它阳光足够就对了 这种兰花呢 就喜欢晒太阳 那当然种的材质一样 你要用水草种 你要用粗料种 你要上板种都可以 不过因为它比较大颗 而且这种兰花其实还蛮容易长高牙的 明皇十五的高牙 我觉得还蛮多的 非常的多 相对于其它兰花而言 它算是春石壶兰类 还蛮容易长高牙跟侧牙的 我觉得 那你可以看它的 它其实没有带 它的结晶其实不像那个蜂腰或总结 那种带有 都有结的感觉 大部分都是直直的感觉 那有些你看叶子还没有掉完 对不对 其实它叶子掉完 理论上会开得更好一些些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叫做明皇十五 明皇十五的原产地在泰国 所以泰国 所以为什么它 我觉得它不是很难种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原产地可能比较热 所以它可能比较接近平地的品种 或者是泰国那边 已经是寻化下来的品种 所以比较接近平地 那这时候呢 它就比较不怕热 所以它算是一个好重又好开的品种之一 去光花是一定会看到它 是因为它算是蛮好开的 而且价格不是很贵 相对这种大型的大颗的感觉 价格并不是很贵 成长速度也算蛮快的 那扇板其实也很好重 垂下来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不过它真的有点高 大概在五六十公分左右 有时候五十几公分 它大一点还可以长到六十几公分 那这种扇板其实就没有这么好扇板 那开花就是 如果你把它扇板就变成下垂的感觉 你像这个都是有铁线把它叼起来的 它里头种的是蛇木 像我这个进来是种的是蛇木 不过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扇板中 因为我这里不上板 死亡率还蛮高的 蛮容易从下面的金整个烂掉的 这个才是问题 那你看这叶子 有那个红色的黄色的斑 那个应该是药伤的斑 就是他们以前在喷药的时候 喷到然后造成那个药伤斑 像左边这个也是 你可以看到那个叶子上面有斑 不过叶子没有完全掉完 你可以所以它没有掉完 其实也会开花 而且还开得不错 那你到花室的时候逛一逛 你说不定在这个季节一定看得到它 好我们来看一下花 明皇石湖的花就长这样子 中间标准款是中间有猴心 那也有没有标准款 就是中间没有猴心的 就是中间不是那种深红色的感觉 这种反而有阵子你会看到 都是有猴心的 有一阵子你会看到都没有猴心的 这个蛮有趣的 跟进口的时间可能有关系 跟谁进口也有关系 那基本上就是黄金色的颜色 算蛮讨喜的 然后花是偏辣植的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花的上面 有一点点那个反光的颜色 主要就是因为偏辣植的关系 所以它算是初学者好种的石呼兰 所以如果你想要种石呼兰的话 它算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在这个季节 算是不错的选择 我觉得啦 那主要就是好种 不怕热也不怕冷 冬天也是安然的度过 然后隔年疯狂的开花 这个就是它的特色之一 好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